各位鞋长,大家好,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道爆炒,双脆 这双脆分别是,这个是小黄瓜,非常非常小的小黄瓜 吃起来脆脆的,这个是乳笋,新鲜的乳笋 同样吃起来也是脆脆的,所以说我们就把这道菜称之为爆炒双脆 这道菜我们搭配了新鲜的花椒,这个新鲜的花椒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配点红色的辣椒,调味料就来一点点盐巴和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 好,我们开始来去制作这个爆炒双脆这道菜了 好,我们把这花椒和红辣椒倒下去过一下水 稍微过一下水就起来,很漂亮 好,把它稍微过一下水放起来备用 好,同样我们把这个小黄瓜下去过一下水 把这乳笋也一起下去,好,下去过一下水 好,稍微过一下水捞起来备用 好,我们把这小黄瓜和乳笋也同样稍微过一下水 给它打在碟子上备用 好,我们把这个新鲜的花椒跟红辣椒稍微炒一下 好,不需要下油,稍微炒香一下就可以了 好,这下子有点花椒的香味出来了 非常漂亮 好,我们把黄瓜和乳笋一起倒下去 这下子我们加一点点盐巴下去 把水混炒干 好,火开大一点 好,水混慢慢干了 以后我们下点姜油 好,非常漂亮 好,非常好看 这道又脆又麻又温热的 爆炒酸脆 我就给大家制作完了 好,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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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我们下期再见